肚子餓 找誰 當然要找我 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之後 威識妹妹就貨拍人氣美食Vlogger 啞軒 這兩位香港仔吃醉香港仔 來到香港仔又怎能坐過出沒在海旁 和香港仔魚市場一帶的殷世船家艇仔粉 是不是很想知道怎樣可以吃到呢 有一個神器人給了一個電話給我 原來可以打電話叫他過來 湯很特別的 我覺得那種魚味很濃郁 湯真的挺香 湯帶了整個味道 魚片也很大 是嗎 試一下 我喜歡這隻醬汁 是不是吸了大地魚湯的味道 所以好像魚味厲害了很多 之後我們來試一下香港仔人 常常吃到的一中兩件 雖然這裡叫茶餐廳 特色的就是懷舊點心 而且價錢相當親民 很多老解方幫襯 我覺得這個燒賣吃起來好像雲吞 有一點像雲吞的感覺 是 但很實的 它整個肉捏得很實 好像很足料 是否都倒下去的感覺 這間經營了四十多年的茶餐廳 是不少香港仔人的集體回憶 裡面最切餅房製作新鮮的菠蘿包 蛋撻 夜絲奶油包等等 等待新鮮出爐的一刻 就太美好了 其實很久沒吃過這麼熱騰騰的雞尾包 我覺得它這個麵包的質感 都做得挺軟的 是奶油多一點就好 很軟的 我這個薑麵包的 是融得好像流沙的餡 最後我們來到興和街 這間小食店開業了四個月 價錢便宜到你不相信 深受不少學生歌歡迎 我聽到一個滋滋聲 平時我很怕吃炸菜 外面有脆 不過裡面乾真真 但是這個是OK的 魚蛋裡面都很濕潤 香味是椒鹽鮮油的感覺 吃一下 吃黃水我真的挺熱 不過有車了 真的吃得很開心 不過我們先走了 水 水